在四川地震灾后 慈济新建了永久屋 还有13所希望工程 今天我们的镜头带您走访的是 这一间落水慈济幼儿园 小小孩总是特别聪明活泼好动的 校园里有很多是为他们的身高 特别打造的设备 好比说这个叫做迷你扶手 还有迷你马桶 家长奔乡走告 对于这些设备是充满好奇 因为以前在四川的幼儿园里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些东西 那园区里的一位老师 则是期许自己 要在这么美好的校园中 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长大 把教室环境整理好 让20多位中班的小朋友 可以在干净整洁的教室里学习 是落水幼儿园的米丽老师 每天第一件要做的事 陪着这群小朋友长大 米丽老师也是土生土长的落水孩子 她在落幼教书已经14年 看着自己的母校回损 看到自己教过的学生 在地震时往生 她不想回忆 只想用尽全力 让小朋友可以在新校园里 快乐成长 家长陆陆续续送孩子们到教室 不见穿震后脸上的忧愁 家长的放心是因为看到校舍 处处都是贴心的考量 连教室也是冬暖夏凉 有一天就是天气也比较冷 那天有家长过来送衣服 然后走到教室 他说不用了不用了 他又回去了 问他为什么不用了 他说那个教室里边非常的暖和 这个教室就现在是冬暖夏凉 为了方便孩子们上厕所 慈激迎接师兄还特别在每间教室 都装上迷你马桶 过去他们没有 他们都集中式的厕所 可是我们不是每一间教室的厕所 因为当时就考量小孩子的 生理上的需要 男生女生我们又把它稍微做一个分开 现在就这隔壁把它分开了 这个是我们常说说 叮叮我们要做穿脸 要做门脸 那我们就把它做起来以后 他们现在就觉得用起来 第一个达到他们 从小就尊重他们 他们使用上方便 洛水慈激幼儿园的人性化设计 还有在这里 这是手扶梯 看起来比一般矮许多 因为这是专门为了全校 260位小朋友所特别设计的 还有走廊穿堂的高度 也比一般矮 木质地板让小朋友 可以安全地在教室里活动 全方面的考量周到 这是一所专为这群小朋友设计的 贴心校园 将来这些小孩子长大以后 他们都会记住 512类场大地震 也会记住持续的师姑和师伯 给他们带来的 就是说所有的一切 包括学校和他们学习的环境 如果你问他们 这个学校是谁给我们建的 他们一定会说 是持续的师姑和师姑 教室里的学习声 歌唱声 窝耳一吹 小草在摇头 花耳在怎么样呢 看 户外认识自然的嬉闹声 落水幼儿园的重生喜悦 遍布在校园里各个角落 灰瓦白墙 人形屋檐 展现的东方气息 是慈济在四川地震原建 13所西方工程的特色 从设计风格 耐震能力 甚至是每个施工细节 慈济建筑团队 都有着最严格的标准 配合了承包商 要和慈济取得共识 因为两岸的建筑关联不同 而产生了许多磨合之处 除了刚刚所报道的 这个方亭慈济中学之外 继续来看 在落水小学和落水慈济幼儿园 承包商就坦言 包慈济工程 已经让他亏了300万人民币 不过他说很值得 因为学到了更好的建筑技术 他甚至还自掏腰包 买了15000株的树苗 捐给落水慈济小学 来美化校园 而负责把关的慈济建筑委员 每次在四川一待 短则几个星期 长则好几个月的时间 他们引用台湾921希望工程的经验 对四川工程品质严格要求 严格把关 但对自己在当地的生活欲望 却是降到最低 一切与当地相亲更贴近 为孩子的笑容而努力 整起上学请打扫 落水慈济小学 一个动作 一次体认 有美丽的笑容 对吗 那墙壁有没有很白 因为你受到的时候就又怕吃气息的仓 就怕擦被人 因为有很多导弹本在墙上连在乱画 虽然学校已完工启用 负责原建的慈济建筑团队 还是针对部分未完成工程 严格把关 像这些有没有 我知道 你这个你看嘛 我告诉你怎么轻嘛 你那个汽车打扰有没有 汽车打扰不是有一个会旋转的 你把旋转换成不锈钢的丝 像这个你用那个一抹过去 它就下来了 锦铃的落水池记幼儿园 教室里沿墙面掉落的油漆穴 也令池记建筑委员很不安心 小孩子是每个夫妻的宝贝 对不对 你看这个脏脏的 他这个呼吸到这个空气的话 不是空气 这个灰尘 他有的人不行了啦 谁来做这项工作 做完之后 他制造出来垃圾 谁就要负责 把他轻转 对于施工品质的落差 就在于两岸认定的不同 十三所希望工程 就像是对艺术品的雕琢 我们不会因为这样 就感觉我们家 不是因为 我们看到还是很多瑕疵 我们看到还是很多瑕疵 对他们来讲 你怎么还挑这个瑕疵 他们就这么做得很好 就是落差 还有还有我现在跟你讲得很清楚 曾经营建文化 要求每一项细节 对承包的营建商来说 是冲击 因为这个像你这个有没有 你是有做 但是这个地方掉了 要补起来好不好 这个沟风线 过去应该是很整齐的 不应该像凹凸不平的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好不好 辛苦了 谢谢你 第一个完整的呢 承包落水池响和落水池 又工程的宣德修 为此工期不得不延后 也亏了钱 但学到宝贵经验 麻烦你了 我已经可以了 可以了三百万 这个学校 当初是我们这个是 当初这个是 这个指令要求很压格 我们的这个是 工程的工资就开价就高了 可以了三百万 但是可以了三百万 但是我学了很多的技术 跟我们大陆不一样 现在我们的技术提高了 要求学校施工品 职务会要达到最好 但从台湾 飞来四川的瓷季建筑委员 生活方面是越简单越好 一切从简 周静城的中餐 号称两菜三汤 就是黑咖啡 这边是我的黑咖啡 然后是那个芝麻啦 黄豆把它搅成那个粉 泡面及一颗苹果 再加上这个 以前 我可以 开一两百公里去吃东西 那现在怎么能吃这样子 我也不能理解啊 有时候回过头 看这一段会觉得 蛮有趣的 这个过程 一家千里 此季建筑委员 为四川的教育 四川的孩子 奠定千年不倒的根基 有新农城包商宣德修 这套腰包买了大贴树鸟 美化学校 增添绿意 而去年台湾的八八风灾 那咒语 那土石 也仿佛静在他们眼前 我来到这边的时候 他们主动发起 那个募款 我看到工程人 很集成的工人 拿起可能一块钱两块钱 这样子 很感动 希望 希望 敌人 敌人 爱的范围 在四川希望工程 最美的不是一所所教育殿堂 而是有一颗颗真心 交织出的人性美善 是最稳固的爱心堡垒